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尤其是结果的排名 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么就是在华晨宇夺得歌王的同时 周深却没能够得到演唱第二首歌的机会 这么说 并不涉及排名合理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音乐本身就是没有可以量化的评判标准的 只是如果让华晨宇和周深这两位歌手能够走到最后 其实是一件更具有指向意义的事情 毕竟作为90后的唱作歌手和人生歌手的代表 华晨宇和周深确实代表了行业的一种高度 尤其是周深和华晨宇在这一次的歌手当打之年里面 符合预期的表现不同 这一次的周深则给人更多意料之外的惊喜 甚至还因为《达拉崩巴》这样的歌曲 让自己在更大范围内来出圈了 如果你对周深的印象还只是停留在中国好声音时期的他 那个能唱女声音域的他 那么接下来将要对周深进行的节目复盘 就会让你真正的认识一个完整的他 周深这样的纯人声型的歌手已经是乐坛的少数派了 周深无疑是目前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纯人声型的歌手 而这个类型的歌手放到几十年前的话 也是歌坛最常见的歌手类型 从台湾地区的邓丽君 凤飞飞 蔡琴和费玉清 到大陆地区的李古一 毛阿敏 田振和纳英 而这些都是华语乐坛历史各个时期的纯人声型的歌手代表 再看今年的歌手当代之年 不算来自于日本的七零后歌手米西亚 以及以团队身份亮相的深入人心 那么作为华语乐坛八零后和九零后歌手的一次集结 在所有的正式演唱的歌手当中 却只有周深 袁维雅 吉克俊逸和胡夏 四位非创作的人声型歌手 除此之外 像肖敬腾 徐佳莹 毛不易 刘博新 白举刚 太一 隔壁老凡 耿思汗 秦凡奇等等 全都是唱作型的歌手 即使是因为演唱的技巧问题 总是会引起争议的黄霄云 其实也同样是一位标准的唱作歌手 他在第四期的节目里面唱的《打开》 就是自己的原创作品 这可不是歌手当代之年节目组的有意为之 甚至可以说是在一种无意的状态之下 就折射了目前华语乐坛的现实 那就是90后之后的歌手群体 创作已经成为了一种音乐的基因了 成为了各自音乐世界的一部分 再加上这个时代主流的摇滚 电子和说唱这些曲风 本来就要求歌手有创作表达的能力 更让创作成为了这一代年轻歌手的某种标配技能 不管写得好不好 你都要会 甚至在这几年的《偶像成长型》节目里 很多新人都自带创作属性 早一代的男团成员像吴亦凡 张艺兴和黄子涛等 更是早就具备了唱作整张专辑的能力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纯人声型的歌手反倒越来越成为这个乐坛的少数派了 而当更多的歌手都往全才的领域靠的时候 歌坛自然就越来越少精于唱功的歌手 大家都在玩个性 但是却少了好声音 周深的优势也是风格化歌手的劣势 正是因为大部分的歌手都分心去创作了 也让留下来的这些纯人声型的歌手 自然而然的成了精英 像今年的《歌手当打之年》的 四位纯人声型歌手里面 不管是80后的吉克俊逸和袁文雅 还是90后的胡夏和周深 他们都代表了一种行业的高度 也都在各自的领域都处于绝对的领先水准 甚至暂时都看不到接班人 这其中周深又是非常类型化的人声型歌手 如果用影视领域来做一个类比的话 那么擅长演绎女生音韵的周深 很像是特型演员 比如像周星驰 陈奎安 吴梦达 孙洪雷 陈道明等等的演员 基本都会因为自己的形象或特色 被限定在某一些的角色定位当中 而周深在《中国好声音》之后的发展 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比如他演唱的很多影视歌曲 都和古装剧有关 也都是古风类的作品 因为这样的作品最能够体现出周深声线的古典唯美 与此同时也因为有着特殊的音韵 所以周深在这几年的音乐选秀节目里面 几乎成了最抢手的帮唱嘉宾 他独特的声线既能够为歌曲增添一种典雅的意境 也能够通过差异化的音色和音韵 起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和声效果 这样的歌手正是传说当中的一朝鲜吃遍天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往往也是一种从起点就可以看到未来的歌手 但和擅长演绎的女中音的蔡琴 歌声甜而不腻的邓丽君 以及儒雅浪漫的费玉清等等 唱功高度风格化的前辈歌手相比的话 成长于这个社交化的互联网时代的周深 却有着远比上世纪更凶险的歌坛生态环境 在这个时代的歌手 往往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才能跟得上不断低带的速度 尤其是年轻歌手 只要稍微的放松一点对自己的要求 很快就会被更新的歌手来取代了 所以周深能够一路走到今天的话 靠的不是高度的风格化 而是在风格化的同时 依然不断的变化 周深的融合表演是另一种层面的创作 很明显在今年的歌手当打之年里面 周深并没有用已不变因万变的风格化来演绎 而让歌迷加深对他的固有印象 当然周深在最开始表现还是正常的 第一期节目里的大鱼 以及第二期节目里的愿得一心人 都是他此前发表过的作品 也是他个人的代表作 而第三四期的能解答一切的答案和无问 前者同样是他此前推出过的作品 后者在选曲和演绎上 也都属于周深的舒适圈 而在这两场因为疫情之间被隔离 所以周深只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进行录制 多少是限制了他的一些发挥的 总之在第四期的节目之前 周深都是人们印象当中的周深 甚至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 一些并非周深的歌迷 已经开始对他的演绎 发出了审美疲劳的抱怨了 而这也正是之前所说的 像周深这样唱功高度风格化的歌手 在这个时代所要面对的困境 不过从第五期的Muston开始 周深就开始慢慢的突破了他的舒适圈 这首歌曲里面的花枪女高音和摇滚的相结合 也形成了一种歌剧摇滚的近视感 戏剧张力是十足的 音乐意境也从平台楼阁转换到了金色大厅 真正形成话题的还是达尼亚和达拉崩巴两首作品 尤其是后者 在达尼亚的这首作品里面 周深把朴素的作品进行了更多艺术化的扩充 俄罗斯歌剧和亚马加节奏的转换 好听好玩 却又并没有背离作品的原意 并且还有一种高级感 日渝上了热搜的达拉崩巴 从一定程度上面已经成了一种人生组合的实验了 多种的咬字 音色的快速的切换 既符合互联网时代 观众对于歌手的期待 也体现出了一个歌手技术的峰值 但不同于很多华众取宠的拼贴 以达拉崩巴这首歌曲为例 周深的人生组合是建立在细节的精准基础之上的 一看就是真功夫 而不是蜻蜓点水的甲巴士 这其实也是吃开口饭历史的传统 从黎原到曲艺 再到唱片工业时代 对于歌手的培养 往往都是需要进行台下十年功的记忆打磨 才能够迎来最后的一夜成名 而随着音乐门槛的越来越低 以及唱作型歌手的大量出现 导致越来越多的歌手 要么以博眼球为方向 要么以追求创作歌星的名义 忽略了演唱基本功的训练 也使得唱功这种基本功 反而成为了歌手们努力绕开的方向 而能够真正用演唱来表达人生美感的歌手 也更是屈之可数了 会创作不是坏事 但创作不应该成为歌手不好好唱歌的借口 从一定的程度上 作为非创作型歌手的周深 在这一次的歌手当打之年舞台之上 倒是完成了另一种层面的创作 即用扎实的唱功技术来丰富和拓展人生表现的全新可能性 并且通过人生跨界和组合等等的形式 能够让演唱突出作品的主题 编曲的框架实现另一个维度的音乐自由 也正是这种在歌声表达上不断的提供创造力的做法 让现在的周深在音乐的事业上面可以一直上升 另一方面的话 周深的变化符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娱乐属性 一方面周深的变化符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娱乐属性 另一方面周深对于技术的追求的不变 若让他成为了这个时代纯人生型歌手的高度和底线 他既是人生型歌手的好榜样 甚至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也为人生型歌手开辟了一种新的升职方向 吃瓜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